每時間你每時間 每時間一樣能用電鍋出好菜 今天教你讓貴金出 龐龐龐的紅酒燉牛肉 食材有牛肋條紅酒中筋麵粉紅蔥頭洋蔥 紅蘿蔔雞高湯綠花椰菜調味料有 義大利香料乾燥迷迭香乾燥巴西里乾燥月桂葉 鹽黑胡椒首先將牛肋條切塊 用義大利香料鹽黑胡椒紅酒醃製30分鐘 接著把肉擦乾沾上面粉煎到表面上色後備用 接著炒香紅蔥頭洋蔥再加入紅蘿蔔煎好的牛肉 紅酒黑胡椒乾燥迷迭香乾燥巴西里乾燥月桂葉一起拌炒 最後加入雞高湯鹽放入電鍋燉煮 等到電鍋煮滾後即時煮30分鐘 要讓紅酒香氣適宜千萬不要一次拆關喔 30分鐘到了我們加入紅酒再燉煮20分鐘 要讓紅酒燉牛肉香氣濃郁 就是要分逼倒入紅酒這樣才會好吃喔 等到牛肉煮軟後起鍋前加入花椰菜再燉煮3分鐘 哇喔 彭公公的紅酒燉牛肉就完成囉